有沒有,剛剛那幾個軟體都不用安裝 對不對 所以您如果覺得它已經過時了,檔案刪除就好 這些軟體我試過目前應該到Windows 8都沒什麼問題 所以應該都還OK 但是如果你是吃蘋果,就沒辦法了 因為它只用Windows版本 對,大多數這些小軟體 蘋果的也有類似的軟體,但是大多數都是付費的 因為你當初就買比較高貴的 所以要付費的才能夠選出你的高貴 真的真的 蘋果的他們都是比較 就是一般蘋果使用者都是相對比較 會覺得說對品牌比較堅持 所以各有優缺 也沒有說你吃蘋果就不好 好,沒有問題了對不對 可以了,那我就繼續把下面兩個稍微講一下 那我們就來看看下一個那個論文 我原本一直在想說 可是我們可能待會兒會有那個Google地球 可能會講不完 我原本很擔心這種課程 三個小時被講不完 好,那您的畫面我就先切過來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塊 這個呢 如果說您需要加上字幕的話在這邊 有沒有,有一個字 如果您要做這個局部的區域 那浮水印就是這個 所以你看一下在這裡 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在這邊打一些東西 如果您仔細看的話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你看 百分比歪歪歪,有沒有 其實你滑過去它就有說明了 有發現了嗎 那這個就會取年、月、日 我順便把十分秒加進來 那如果您是固定的字 我在後面就加上這個 這樣您都了解了 只是它的缺點就是說它只能一行 它不能換行 它不能換行 那當然您可以自己去決定說 我的那個顯示的位置 好,顯示位置要在哪裡 這裡有 有沒有這裡有 對不對 它上面這裡也有告訴你那個說明 好,那順便補充一下 我剛剛不是有用那個論議程嗎 有沒有 放大的 其實它還有一個功能 但是這個功能您必須要搭配Windows 7 或者是那個 Windows 8才能夠用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用了第三個軟體有沒有 ScreenMaker 那個 是不是還可以再把畫面 就是 筆記留在螢幕上 那如果有些時候你希望說 我在操作過程 我把那個地方放大還能夠操作的 怎麼辦 搭配這個 比如說像我們看一看這裡 這個網址這樣是不是有點小 可是我想要你看清楚 我可以這樣 有沒有變大 有變大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我還是可以移動 有沒有 因為我還是可以操作 這個呢是Runit的功能 就是在這邊 這個叫做Live Run 這個叫做Live Run 也就是即時的 你知道我按哪個快速鍵了嗎 操作加式 操作加式就是啟用或縮小 這是取消 用這樣方式它就可以 讓您的這個畫面呢 在游標那個區塊 比如說我看這裡 游標那個區塊就是這裡放大 有沒有 因為我現在是用Basic的那個模式 所以那個中間動畫不見了 如果你用Area模式它就會有一個 Run in的效果 然後就Run out的效果 這樣子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你今天只要 游標都在這個範圍裡面 它畫面不會動 可是當你超過 比如說我想要看左邊 有沒有 比較過來的時候 它畫面才會動 早期我不用 因為它之前沒有這個功能 就是只要打鼠一動 螢幕就跟著動 這樣看了會頭暈 所以我早期我就不用 但是它後來版本又改善 所以我就發現 這樣子我們在用的時候 就比較方便 操作的時候 有些時候 我們需要這種功能 那你要離開的時候 就是操作夾式 這樣就回覆到原來 其實如果你有啟用那個Area模式 就是那個固景的話 剛剛放大的那個效果 會再銳利一點 會比較銳利 不會像剛剛有點模糊 如果你是啟用那個模式的話 所以 啟用那個模式有好有壞 只要你的電腦效能夠 那其實是沒問題 好 這個是我們再額外補充一點點 那麼 這樣應該剛剛這個 如果你的浮水印 你就可以自己選擇你的浮水印在哪裡 把它切進去 然後它的透明度 就這樣子而已 OK 這樣沒問題了 那建議各位 如果你這個字的話 可以的話 最好是稍微加上一點點外框 有沒有發現我的字機有點外框的 有沒有 怎麼樣 因為如果你是單純一個顏色 有時候剛好螢幕的顏色跟它接近 是不是就看不到了 好 除非你是要留著做證據用的 所以不然的話 這裡外框顏色在這邊 通常比較少加背景顏色 因為這樣就會長到螢幕了 所以通常比較少 大致上是像這樣 好 好